4月2日,四名宝图先后袭击了 望角、红堪、隔班仔等四个真相点 他们用尖刀扯烂斩板和红服 还在斩板上喷墨 还有人在旁边拍摄记录 现场一片狼藉 有路过的行人拍下望角真相点被破坏的过程 并大喊报警,作案者惊慌而逃 4月3日,同一批宝图再破坏 黄大仙、望角等三个真相点 法轮功学员已报警求助 并强调法轮功学员不会因此害怕和退缩 今天香港几个法轮功真相 都被中共有计划来破坏 他就是怕人家来了解真相 都知道人家没有真相 时事评论员林匡正呼吁警方严正执法 抓捕破坏斩板的暴徒 其实都在这几个月内都不是第一次的 我不知道是一些经济问题 那些人连这些工都要做还是怎样 总之犯法就是不对 香港是法治社会来的 香港警方,政府经常说 这些事为什么可以整人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呢 香港法轮佛学会谴责中共暴行 呼吁警方惩治凶徒 并奉劝破坏者不要助纣为虐 做中共的帮凶 新唐人记者梁珍香港报道 新唐人记者梁珍香港